大家好 今天就純粹想介紹一下 這個Synor 主用QLED的 NAS有什麼分別 特別是在介面或者功能上 很多人就想介紹一些新模特兒 有什麼功能 我今天純粹想介紹一下 他們的網絡介面是怎樣 我最右邊這部 現在最右一部用我差不多十年的NAS 中間這部幾年前買的 就是216 Plus 最右邊這部 就是453 BE 是QLED 由於之前用的兩杯 開始不夠用 我買一隻QLED玩一下 那我稍後就拍下 我錄音了的版面 給大家看一下 有什麼分別的 那大家看到 這個版面本身就是 Synor 主用版面 由於我 就不太多APP 因為這部 比較舊的 用了九年幾十年 那我按入控制鍵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都看到 錄音得不太快 那這部 整個 九至十年的機器 那 W的架構 是ARM架構的CPU 最低了200Mbps 最低了200Mbps 所以 就是 慢了一點 那我現在 最主要的擁抱 就是 放在這裏 當FTP SERVER用的 那 就這裏可以開 帳戶 即 五窮的群組 那 這個 file檔案 就有 支援FTP 啊 啊 FTP Key FTP 就是很多時候 在Cisco 那時候會用的 有一個 resync的功能 那 然後 Quick Connect 就是 就是 connect 就是 connect 上一個 叫做 電路的帳戶 那裏 做一個 類似DDNS的功能 就是 可以 Exceler 指回來 這隻Lars 那 就 安全性 就有Filewall 那 這裏 就看下 沒有什麼 外接的 裝置 去接下去 那 我這隻就沒有插 那 系統 更新和幻圓 就update DXM 那個 軟件 DXM 就是 這個電路池 裡面的OS 就可以 backup 或者還原 那個 config 然後 或者 reset 那下面這個 窮暴就可以 窮暴下去 另一隻 NAS 那 你看到 有些apps 有防毒軟件 跟著 有個 Dorate Manager 有個 hyperbackup hyperbackup 就是 用來 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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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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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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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些 功能 有些 comcast 跟著 看到 有個 可以把 Android iPhone iPad 裡面 放回相關的apps 然後把裡面的東西 放回到 NAS 那 都 幾方便 那 現在 就見到 QLAC 界面 就在這裏 我轉球 再給大家看一下 好了 我現在 按進去QLAC 版面 大家 看到 這個就是 有些 可以在這裏 清理 那 我就給錢 買了個 NQ VIRUS 原本 跟來 免費 不過 我就不用 試試買個 付費 那 可能好些 這裏 有些apps 有個 IMA2 PDF 有得 有得 這個 QVPN 這個 比較軟件 就可以插些USB 這裏 就 然後 設計 做 這個 控制蓋 那大家 看到 那隻 QLAC 就是 在 走 SERRY王 J3455 那 我當時買多個 4GB RAM 插部有8GB RAM 它是AD卡都用到的 就是 Notebook 那些 我記得應該DDL3 那 這裏 見到有很多 5 second 那 可以設定這個 快照 不過我沒有設定 因為 有插著USB RT 所以比較 難做 那 就這裏 一般的設定 可以設定 這個 這個 快照 我可以見到 儲存 是怎樣 可以 獨立 可以 每一刻都會試過 Stay Cut 那 它也 比較慢 少少 會見到健康狀況 那 那 我插了那隻 M2 HARDISY 進去 做這個 筆法 那 就 都 都 我覺得都不算開快 不過 叫做 好 那 這裏 有一個Io加速的 那 就 它 然後 有些安全設定 啦 可以 設定 一些 電話 啦 跟著 有 風扇 等等 那些 你怎樣 跟著 有些 這個 控制中心 那就可以 可以 設定 有些什麼 額略 可以 用E-mail 或者 你如果有SMS 就有SMS 給你 之類 那 就 那 譬如 Filmware update 是否 自動更新 跟著 跟 剛才 Sinology 一樣 都會有個 Backup config 或者還原 config 可以 看 你 有些什麼 外資 裝置 插著 的 Staker 譬如 現在 系統 是 怎樣 這樣 這裏一次角 就會看到 CPU System 不說 RDIS 溫度 那 都 OK 方便 這個介面 會有 Monica 對 之前 Tinology 在右上角 都有 Monica 的 resources 如果 說 細緻 那 QLED 就會細緻 那 授權中心 就會看到 你有什麼軟件買 那 我剛才說 就買了一個 放毒軟件 的 授權 跟著 這個 S Driver 是要額外賣的 無論 善良好 QLED 有很多要額外賣的 因為本身 就不支援 那 這裡是權限 權限 就設有什麼 User Account 什麼 User Folder 等等 那 我本身 沒有 家裡沒有 用AD 所以就沒有 相關資料 那 這裡呢 可以設 有些 什麼 有些 是 是 在使用 的 看得到的 那 跟之前 聽說自己一樣 都有分 Work Group 甚至 Apple 等等 有些 Carolet 的 這些 SNMP 沒有 啟動 啟動 我這隻就沒有啟動 APP 那 這裡就啟動 有些 什麼 Apple 可以使用 那 這隻 QLED的 NAS 跟著 HDMI 頭 就可以插 HDMI 出 螢幕 那 如果說 Function 來說 QLED 這隻 NAS 就比較多 Function 玩 它 補充了 10個 VMware 即是有些 QLED 那 不過 大家都 不要抱著 有太大的期望 始終 都是一個 CPU 都不會快到去哪裡 那 好 剛才我說了 有個免費的 防毒軟件 就會在這裡 本身跟你有的 那 我就買了一隻新的 所以就沒有用這個 免費的防毒軟件 那 就 你可以去回 這個APP SANKAR 就有很多五窮的 Apps 可以下載的 那 這隻 QLED 跟剛才的 SENOLOGY 211 拍攝一樣 都有一個 ARCONDAC 可以安裝 App 之後 送回一個 QR局 把你的電話 iPad iPhone 那些東西 就回到你的 那 如果 你問我 對於初學者來說 我就會比較建議 他用SENOLOGY 因為我介面比較簡單 會比較容易上手 特別 一些 對電腦 不是很熟 的人來說 那 電話 會比較容易 那 如果你 對 這個 NASI 裡面 要求比較多 我就會比較建議 一些人用 QLED 那我今天的介紹就到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給我一個讚 有什麼意見 就留下留言 下次再見 拜拜